人过了五十岁 就像一艘航行了大半生的船 开始逐渐靠岸 这个年纪的我们 已经积累了半生的经验和智慧 也看清了很多人和事 然而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将平稳过渡的时候 总会发现一些人 他们在与我们的交往中 逐渐显露出冷淡与疏离 他们的温情日渐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愈发淡漠的态度 特别是以下这两种人 我们真的没必要再去倒贴了 一 总想从你身上占便宜的亲戚 年过五十 有些亲戚关系 似乎也跟着时间一起变质了 那种总想着从你身上捞点好处的亲戚 就像是潜伏在暗处的贪婪鬼妹 每当你觉得可以依靠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伸出贪婪的手 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 哎呀 你最近过得不错嘛 看着房子 看着车子 都是高级货呀 这样的话 听起来像是在夸奖你 但实际上 他们已经在心里 盘算着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也许是借钱 也许是找工作 也许是各种请求帮忙 一开始 你可能会觉得 亲戚之间互相帮助 是理所当然的 但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这种帮助永无止境 而且往往是单向的 他们会用各种理由来找你 每一次都像是最后一次 但每一次都不是 你帮了他们一次又一次 但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回报 更有甚者 当你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时 他们还会在背后说你小气 没人情味 这样的亲戚 真的值得你继续去倒贴吗 我们常说 血浓于水 亲戚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无底线地去满足他们的贪婪 年过五十 我们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别人贪婪的猎物 对于那些总想从你身上占便宜的亲戚 我们要学会说不 这不是冷漠 而是自我保护 我们要明白 真正的亲情 不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索取之上 而是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二 总是嫉妒你过得好的朋友 如果说亲戚之间的薄情 还可以理解为人性的贪婪 那么朋友之间的嫉妒 则更让人感到心痛 有些朋友 他们原本和你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但当看到你取得成功时 他们的心态却开始失衡 他们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会故意冷落你 甚至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使绊子 你或许会感到困惑 为什么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 会变成这样 其实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 嫉妒 嫉妒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 它会让人的心灵扭曲 让人忘记出心 只想着如何把你拉下水 这样的朋友 他们不会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 反而会因此产生怨恨和敌意 年过五十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那些 真正为你感到高兴 愿意在你成功时 为你鼓掌的朋友 而对于那些嫉妒你 冷落你 甚至伤害你的朋友 我们真的没必要再去倒贴了 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年过五十 我们要学会甄别身边的人 珍惜那些真正对我们好的人 远离那些只会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的人 这不是无情 而是智慧 人这一生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成为朋友 有的成为过客 年过五十 我们更应该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去付出真心 对于那些对我们越来越薄情的人 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 我们都不必再去倒贴了 因为我们的真心和时间 应该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 年过五十 我们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包袱 轻装上阵 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 对于那些薄情的人和事 就让他们随风而去吧 我们要做的 是珍惜现在 活出自己 五十岁 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走过了青春的张扬与冲动 经历了中年的沉稳与打拼 五十岁的人 开始步入一个心境相对平和 生活逐渐从容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人们更多地开始反思过去 珍惜现在 展望未来 出门在外 与人交往 五十岁的人更应该学会慎言 懂得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一 不说隐私 隐私 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敏感 最不愿被触及的部分 它可能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可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也可能是一种不愿被人知晓的情感 五十岁的人 已经历了风风雨雨 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愿提及的隐私 出门在外 与人交谈时 应该学会守住自己的隐私底线 不要轻易将内心深处的秘密和盘拖出 守住隐私 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和保护 更是对家人的负责和关爱 因为一旦隐私被泄露 很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伤害 所以 五十岁的人应该学会沉默时今 对于那些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 能避则避 能不说则不说 二 不说是非 是非 是人际交往中 最容易引起纷争和矛盾的话题 俗话说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不被说 但五十岁的人应该明白 议论他人是非 往往只会让自己卷入 无休止的争执和矛盾中 既伤害了别人 也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出门在外 与人相处时 应该学会以何为贵 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 少议论他人的缺点和不足 即使听到一些关于他人的不实之言 或负面评价 也应该保持冷静和客观 不要轻易传播或附和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听到的并非真相 而只是片面之词或道听途说 五十岁的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 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人生 而不是盲目跟风或随波逐流 三 不说财产 财产是一个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然而在人际交往中 过分炫耀或谈论自己的财产 往往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和嫉妒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都是不同的 我们无法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富有或满足 五十岁的人应该明白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 来自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和金钱 出门在外时 应该学会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的原则 不要过分炫耀自己的财富或成就 而应该注重自己的品德和修养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不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 他告诉我们 在与人交往时 应该学会慎言 手柔 不争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成为一个真正的无视人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完全封闭自己 或与他人保持距离 相反 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 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感受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把握分寸 掌握技巧 尊重他人 也尊重自己 五十岁的人生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有过去的沉淀和积累 也有未来的期待和憧憬 让我们用一颗平和的心 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机遇 用一份真诚的情去感受人间的温暖和美好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会收获更多的友谊和快乐 也会成为一个更加成熟 睿智 和从容的人 当我们走过花甲之年 人生已过大半 无论是与父母 还是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都显得愈加深厚 然而 在这份深厚的感情中 为了保持家庭和谐 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纷争 有必要立下一些规矩 即使关系再好 也应当明确以下三条原则 一 亮丽送礼 莫攀比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会更加真实亲情 而送礼往往成为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 然而 送礼不应该成为负担 更不应该成为攀比的工具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 和实际情况来选择礼物 而不是盲目跟风 或者为了面子 而送出过于贵重的礼物 我们都明白 礼物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价格 而在于它所承载的心意 一份简单的手工礼物 一封表达深情的信件 或者一次温馨的陪伴 都可能比昂贵的礼物 更能打动人心 因此 不必为了追求物质的价值 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心意 亮丽而行 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家人的尊重 我们不应该让送礼成为一种压力 而应该让它成为传递爱和温暖的桥梁 二 生死沟通不扯皮 这是一个沉重 但又必须面对的话题 当我们步入晚年 不可避免地要思考生死问题 在这个时候 与家人进行开放 诚实的沟通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与家人 讨论自己的愿望和期望 包括对于临终关怀 遗产分配等敏感话题的看法 这样的沟通 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 但它能够确保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我们的家人 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形式 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和误解 生死之间的沟通 并不是要扯皮或者争辩 而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的理解和尊重 通过这样的沟通 我们可以为自己和家人 带来更多的宁静和安慰 三 遗嘱公正两相宜 遗嘱不仅仅是一份法律文书 更是我们对身后事的安排 和对家人的关怀 通过立遗嘱 我们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减少遗产分配时的矛盾和纷争 公正遗嘱具有法律效力 能够确保我们的意愿 得到尊重和执行 同时 它也是对家人的一种保护 避免因为遗产问题 而引发的家庭矛盾 在立遗嘱时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 明确指定继承人 分配比例 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这样一来 不仅能够保障家人的权益 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意 得到更好的传达 六十岁之后 我们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会变得更加深厚和复杂 在这个时候 立下一些明确的规矩 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过量力送礼 生死沟通和遗嘱公正 这三条规矩 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家庭和谐 确保自己的心意 得到尊重和执行 岁月如梭 我们都希望 在晚年 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和谐 而这些规矩 正是我们为了维护这份温暖 而做出的努力 除了上述三条规矩外 我们还应该注重 与家人之间的日常沟通和交流 无论是与父母还是子女之间 都应该保持真诚和开放的态度 倾听对方的声音 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适当地放手 让子女独立成长 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在他们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指导和鼓励 但不要过分干涉他们的生活 相信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我们的晚年生活中 家人是最珍贵的财富 通过立下这些规矩 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家庭关系 让亲情更加深厚和持久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愈发能感受到 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无常 正因如此 我们更应当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刻相聚 用心去经营和维护这份难得的亲情 在人生的黄昏时分 能够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人这一辈子要说幸不幸福 肯定是指人到晚年时 因为年轻的时候都差不多 能蹦能跳的 能走能动的 谈不上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都在为这个家庭努力打拼着 挣钱攒钱 辛苦奋斗中 到老了之后的幸福 才叫幸福 我倒觉得 人到老年 幸福就是能够满足以下这些条件 我没有达标 对照一下 看看你怎么样 没有大毛病 人吃五股杂粮 不可能一点毛病都没有 尤其是人到老年 随着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 随着器官的衰竭 有个小病小痛的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只要听治的病就不叫病 只要不得大病重病 那就是幸福的 当然了 我觉得只要不躺在床上 有人来照顾着 这才是幸福的 所以说 人老了 没有大毛病 就是幸福的 不缺看病的钱 人到老年 其实最怕的是生了病没前治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人老了吃不了多少 也喝不下去多少的 真正生活花销上 花不了多少钱 怕就是怕得病的时候 这个病又能够通过钱来治好它 但是咱们手里又没钱 我觉得 这是最悲催的 所以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 手里将来有看病的钱 这就够了 有个健康的老伴 无论是原配还是再婚 人老了 只要有个健健康康的老伴 陪在身边 就是幸福的 老伴老伴 老了还得有个伴 少时夫妻老年伴 老实情比少时浓 有的再婚的老伴 如果是没有目的性的 搭伙过日子 老两口也会处得相当好的 我表哥就是个例子 现在他跟这个再婚的老伴 已经生活十多年了 非常和谐 生活非常幸福 我就觉得再婚的两个人 只要在金钱上不计较 把钱放在一起共同支配 然后对双方的父母和孩子都平等地对待 就不会有太大的矛盾 就会过得很幸福 有独立的住房 人老了 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千万记住不能把房子卖了 去到城里给孩子们付什么楼房的首付 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 只要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在自己的老窝里 过自己自由自在的日子 那就是幸福的 反之 如果说是住在子女家里 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那肯定是悲催的 所以 老人有个自己遮风挡雨的老窝 就是幸福的 子女孝顺不肯老 人老了 幸福就是子女该嫁人的嫁人 该结婚的结婚 并且婚后 小两口生活美满 不用老人操心 经济宽裕不肯老 同时还能时不时地孝敬一下父母 这样的老人 才是幸福的 像有的老人 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 不结婚也不嫁人的 即使结了婚两个人 经个儿打名格而吵的 老年人 谈和幸福而言 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是希望在自己百年之后 自己的子女有个依靠 这样 自己也救了了一份心事 要不然 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 子女孝顺不肯老 老年人才觉得是幸福的 有生活自理的父母 人老了 如果有能够生活自理的父母 又在经济上能给予自己一定的帮助 那才是幸福的 我就很羡慕我同事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父母今年都是八十九岁高龄 并且这父母都是高材生 退休金都很高 不但自己生活能够自理 同时还能够帮助孩子 同事前几天说想换个车 结果人家老妈立马去银行 取了十万块钱现金 给到同事手里 你说这样的人 能不觉得幸福吗 反之 如果父母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人来照顾的时候 那确实对于五六十岁的老人来说 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不用继续打工 人到老年退休之后 如果退休金有个五六千块钱 足够自己花销了 不用再去打工了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 我之所以说我没有达标 就是因为我退休金太少了 只有两千来块钱 我还在继续打工 所以 我觉得退休金高的老人 就是幸福的 经济独立 人老了 老年人自己经济独立 不用指望谁 也不用去过伸手向上的日子 离了谁自己的日子 也照样能够过得很好 这样的老人就是幸福的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人老了 不整天盯着子女的生活不放 而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就一定是幸福的 不管是约上三无好友 去河边钓钓鱼 摸摸虾 还是大家一起去公园里 溜达溜达 唱唱歌 跳跳舞 下下象棋 打打牌 世界那么大 随时随地都会出去看看 去浏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品尝一下各地美食 感受一下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 这样的老人就是幸福的 总之 有自己兴趣爱好的老人 晚年就一定是幸福的 心态好 活得通透 心态好 活得通透的老人 就是幸福的 不用去看谁的脸色 也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说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不无病身瘾 能够正式衰老 正式疾病 开开心心地享受生活 这就是幸福的 总之 人老了 幸福就是没有大毛病 不缺看病的钱 有个健康的老伴 有独立的住房 子女孝顺不肯老 有生活自理的父母 不用继续打工 经济独立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心态好 活得通透 因为我要继续打工 所以我没有达标 对照一下 看看你怎么样 人生七十古来兮 这个年龄段的人们 已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 岁月虽然在他们脸上 刻下了痕迹 却也赋予了他们 宝贵的智慧与经验 此时 珍惜生命 安享晚年 成了最重要的课题 而要做到这一点 老人们需要践行四个界 这不仅是为自己积福 更是为子孙后代 留下无穷的福气 一 借贪婪 知足常乐 贪婪是人性的一大弱点 他如同无底洞 永远也填不满 七十岁的老人 应该已经看淡了世间的名利与浮华 明白了知足常乐的道理 此时 再去追求无尽的物质财富 不仅对身体和精神是一种负担 更容易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 知足意味着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不与他人攀比 不给自己添度 只有这样才能心静平和 享受晚年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二 借傲慢 谦逊待人 傲慢是人际关系中的一大障碍 它让人与人之间竖起高墙 隔断了原本可以传递的温暖与善意 七十岁的老人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 更应该懂得谦逊待人的重要性 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成就 都应该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这样 不仅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敬意 更能为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的榜压 三 借懒惰 适度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这句话对于七十岁的老人来说 尤为重要 虽然年龄增长 带来了身体上的诸多不便 但懒惰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适度的运动 不仅能够保持身体的活力与健康 更能够愉悦心情 延缓衰老 无论是散步 太极 还是简单的家务劳动 都是老人们可以选择的运动方式 只要坚持下去 必然能够感受到运动带来的种种好处 四 借多言 沉默是今 言多必失 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真言 七十岁的老人 在经历了无数的人生风雨之后 更应该懂得沉默的力量 多言不仅容易招惹是非 引起误解 更可能伤害到他人的感情与自尊 因此 学会适时地保持沉默 是一种智慧 一种修养 在沉默中 老人们可以更好的观察与思考 也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理解与空间 这样的老人 必然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敬意 七十岁的人生 如同一本厚重的书 每一页都充满了智慧与感悟 而要做到惜命 留住福气 老人们就需要践行这四个界 这不仅是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负责 更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深切关爱与期望 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珍惜当下 享受生活 传递正能量 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时 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坚定与自信 在这七十岁的人生阶段 每一个微小的选择和行动 都承载着深远的意义 老人们每一次的知足 谦逊 运动和沉默 都像是一颗颗种子 播撒在时间的田野里 终将开出绚烂的花朵 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些果实 不仅滋养着老人们自己的心灵 更成为子孙后代前行的力量源泉 我是1965年出生的58周岁的老太太 再过十来天 虚岁就60岁了 年终岁尾突发奇想 写给60岁自己的几句话 希望同龄人共勉之 哪有什么来日方长 人到60 人生已接近尾声 辣头不高了 余生不长了 活好当下 哪有什么来日方长 照顾好自己和老伴的身体 只有身体好了 才能不给儿子找麻烦 为了健康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每天早晨空腹喝一杯温开水 早餐要吃得有营养一些 吃点鸡蛋牛奶 红枣 葡萄干 核桃仁 中午要吃得饱一点 但尽量荤素搭配 晚餐五点之前用餐结束 渐渐地年龄大了 消化系统功能减弱了 晚餐要早吃 并且要少吃 才能减轻胃肠负担 不抽烟少喝酒 偶尔喝一点啤酒和红酒助助性 活活血就行了 晚上十点之前必须睡觉 不要熬夜 保证睡眠 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持之以恒地运动下去 但是运动要适当 千万不要迷信日走一万步两万步的 那是最伤膝盖的 并且膝盖一旦损伤了 就是永久性无法恢复了 人到六时 不知终点到底在哪里 但愿生活的每一天都不遭罪就足够了 所以 只有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搞好 才能够少生病晚生病 才能够生活的有质量 退休金少不怕 继续打工就是了 尽管退休金只有两千来块钱 但是只要我身体好 就啥都不怕 只要有平台需要 就可以继续打工 高大上的讲 打工能够实现个人价值 狭隘的讲 还不是为了碎银几两 匆匆忙忙 因为 钱到了晚年 更显示它的重要性 钱就是老年人生活的底气和尊严 所以缺什么不能缺钱 趁着自己身体还硬朗 再多干几年 再多攒点钱 为自己将来养老 奠定足够的饮食的经济基础 做到未雨绸缪 自私一点 人到六十 从此告诉自己要自私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 不去老想着什么事情都给儿子最好的 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存的钱 已经给儿子买了房 买了车 娶了媳妇就够了 余下的让他自己去奋斗吧 渐渐的年龄大了 体力也跟不上去了 只好守着自己的钱 用自己的钱去生活去养老 不去连累儿子 就已经是万幸了 不再东想西想的了 想吃点啥喝点啥 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不要不舍得 因为人生已过大半 真的没有多少时光去享用了 如果再继续执迷不悟 不知道心疼自己 那真的就晚了 一半清醒 一半糊涂 人到六十 不要活得太清醒 也不要活得太糊涂 一半清醒 一半糊涂刚刚好 无论是跟同事相处 还是跟亲戚朋友交往 都要喜忧参半 不要把谁想得太过完美 最后就不会因此太过失望 不要把将来的养老 全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在生活上有儿子的参与 就已经不错了 经济上就不要再有妄想症了 还是靠自己吧 话说儿子他自己能把他的小家 过得像模像样的不肯老 就已经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坦然面对一切 人到六十 就要正是现实 正是衰老 有个小病小灾的 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不要大惊小怪 也不要无病身淫徒增烦恼 小病从医 大病放弃 这是我一贯不变的想法 无论医学发展到哪种程度 医生也不是神仙 生命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只要活着不遭罪就好 到临了了 得了大病重病 明知道无药可医 可千万不要去做 无谓的抢救和治疗 不插管 不进ICU 安安静静地离去就好 无论大官大将 还是平民百姓 世间唯一最公平的是 就是死亡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 只是过程的精彩程度不同而已 只要活着的时候 对得起自己 不让自己留有遗憾 此生足矣 遵从内心 顺其自然 人到六时 遵从内心的选择 顺其自然的生活 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怎么开心怎么玩 喜欢跳广场舞 只要不扰民就好 喜欢唱歌 就高歌一首 世界那么大 想去看看 就随时随地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钱赴油 咱可以穷油 只逛逛山山水水 修身养性就好 总之 人到六时 接下来的日子里 按照自己的想法 一步一个脚印的 顺其自然地生活着 活一天就赚一天 哪有什么来日方长 活好当下才是王道 经常看到婆婆吐槽给儿子儿媳带娃 受到儿媳的冷落和无视 觉得很伤心 其实 在现如今 不论是婆婆带娃 还是外婆带娃 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一点感恩的心 老年人放弃了自己悠闲自在的晚年生活 千里迢迢地来帮忙带娃 凭什么要受到年轻人的无视和冷漠 人这一辈子分两个阶段 退休前和退休后 前半辈子辛辛苦苦都在上着班 终于熬到退休了 可以好好地去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了 可能有的人在退休前 就天马行空地想好了 自己退休后将如何生活 有的老人想去老年大学学学画画 学学书法 学学走模特步 去实现年轻时候的梦想 有的老人可能想到退休以后 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 不受任何拘束 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想唱就唱 想跳就跳 约上三五好友喝喝茶逛逛街 或者是在家里栽栽花草 种种花 总之怎么开心怎么来 还有的老人已经规划好了 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品尝一下各地美食 感受一下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 可是 到头来又有多少老人 能够如愿以偿 大多数老人退休后 所有曾经的梦想 都变成了奢望 被带娃绑架了生活 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现实就摆在那里 别无选择 老人们只好放弃自己的梦想 千里迢迢地来到孩子的家中 帮忙带娃 帮忙打理家务 做着带心保姆 可是还要看儿媳的冷脸子 听着儿媳的冷言冷语 老人一点话语全都没有 怎么做都是错 从来没有对的时候 我想说凭什么要这样 我家楼下有一个姐姐 她比我大一岁 她是特殊工种退下来的 四十五岁就退休了 退休金很低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退下来还挺好的 自己可以再出去打一份工 再挣一点钱来弥补一下 这少得可怜的退休金 整天工作也挺开心的 可是没想到 干了几年之后 儿子结婚了 不久后儿媳就怀孕了 现在的年轻人还奇怪 只要一怀上孕 搬就不上了 就在家养胎 还必须得老人 一天三顿饭地来伺候着 实在没办法 这大姐就辞去工作来照顾儿媳妇 白天儿子上班了 家里只剩下婆媳俩了 两个本来没有感情基础的人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的 关键是 这儿媳妇还不好伺候 大姐说 早晨她把饭做好了 儿媳妇都躺到十点钟才起床 结果十点来钟 又到她该做午饭的时候了 这十点钟这顿饭到底算早饭还是午饭呢 儿媳还挑三拣四的 不吃这个不吃那个 这个咸了那个淡了 这个油带了 那个油少了 怎么做都不对 但是为了儿媳肚子里的孩子 大姐只好默默地忍耐着 任意地听从儿媳的摆布 总算生了娃也满月了 大姐寻思这回可解放了 可以回家了 因为家中的老头饭也不会做 一天到晚 老头要上着班 还要凑合着吃点饭 她也记挂着 想早点回家 可是 没想到孙子满月后 没人带娃 这大姐没办法 又开始接着帮忙带娃 带到孙子三岁半的时候 她以为孙子上了幼儿园 她这回真的可以回家了 可是 儿子儿媳仍然不放她走 提出的条件是 如果想回家可以 但是每个月要大姐出四千块钱 他们雇保姆接送孙子 可是 大姐说她自己退休金才一千来块钱 跟儿子儿媳商量 能不能少拿一千块钱 出三千块钱行不行 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没有办法 被逼无奈 大姐因为拿不出那么多钱 只好又留了下来 回家的路遥遥无期 我想说 作为老人来说 现在年轻人有困难 老人可以搭把手 但是问题是 老人所有的付出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在年轻人看来 那就是应该应分 理所应当的 竟然没有半点感恩之心 并且 老人怎么做都不对 往往张口就是错 老人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怎么做都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可 有的老人如果遇见不懂事的儿媳 竟然把婆婆当成空气 下班回家进门 竟然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婆婆主动跟她说话 她也不回应 就这种儿媳能不让老人伤心吗 婆婆虽然不是妈 没有给你生命 在你结婚前没有照顾你 但是结婚后 从怀孕到生娃 到现在娃 渐渐长大 哪一天 不是婆婆在任劳任怨地付出着 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 试问一下 儿媳 你这样做对吗 经常在评论区里看到 有的网友说 如果遇见这种情况 就直接转身离开 话说回来 离开 哪个老人能狠心离开 孩子可以无视老人的存在 但是老人心软善良 不舍得儿孙 只能忍气吞声 默默地承受着 我想说 老人们牺牲了自己悠闲自在的老年生活 千里迢迢地来帮忙带娃 不应该受到年轻人的冷落和无视 反过来 应该得到年轻人的感恩和尊重 难道不是吗 在此 我奉劝年轻人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其实老人很容易满足 他要的并不多 他不需要你的甜言蜜语 他只要你一个笑脸 要你进门叫他一声妈 这就够了 这很难吗 岁月如梭 光阴荏染 不知不觉间 人已步入晚年 晚年是生命的一个特殊阶段 它既是过往岁月的积淀 也是对未来的期待与规划 在这个时期 与儿女的相处之道显得尤为重要 许多老人容易陷入一个误区 那就是对儿女毫无保留的付出 却忽略了自我保护和独立生活的重要性 其实 人到晚年 和儿女相处时 要学会留一手 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家庭和谐的贡献 一 在金钱上留一手 这不是只对儿女吝啬 而是要保持一定的经济独立性 老人辛苦一生 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这些财富 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保障 如果毫无保留地将所有财产都交给儿女 一旦遇到不测风云 老人可能会陷入困境 因此 老年人在规划自己的财产时 应该兼顾子女的需求 与自身的生活品质 既要为子女的未来提供适当的支持 又要确保自己晚年的生活舒适与无忧 同时 老人还可以通过理财 投资等方式 让自己的财富增值 为晚年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二 在社交上留一手 这意味着老人要保持自己的社交圈子和兴趣爱好 很多老人在退休后 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家庭上 与社会的联系逐渐减少 然而 人是社会性动物 需要与他人交流和互动 老人应该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如老年大学 社区活动 兴趣小组等 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 还能够让他们结交新朋友 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同时 保持社交活动 也有助于老人预防孤独感和抑郁情绪 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处 三 在情感上留一手 并不是说老人要对儿女冷漠无情 而是要学会适度地表达情感和控制情绪 老人对儿女的爱是无私而深沉的 但过度的溺爱或干涉 往往会适得其反 老人应该学会放手 让儿女独立成长 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当儿女遇到困难时 老人可以给予关心和支持 但不要代替他们解决问题 此外 老人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大发雷霆 或郁郁寡欢 这样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也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紧张气氛 刘易守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态度 他要求老人在金钱、社交和情感等方面 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也要注重自我照顾和健康管理 只有这样 老人才能在晚年生活中保持尊严和幸福 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 当然 刘易守并不是要老人与儿女疏远或产生隔阂 而是要在亲密与独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既能够让老人感受到儿女的关爱和支持 也能够让他们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特点 只有这样 家庭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港湾 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 1965年出生的我 今年虚岁60岁了 今年比去年不就仅仅差了一岁吗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这身体状况怎么会差距得如此之大呢 今年五一 我依然选择回了老家 因为这个季节老家会有很多山野菜 这山野菜又是我老公的最爱 我每一年都会选择在五一 假期回家上山采一些回来 然后用水焯好了之后放在冰箱里冷冻 这样当我老公嘴馋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一包吃一点解解馋 可是 没想到去年我跟我二嫂上山还没啥感觉 睡一觉身体状况基本就恢复了 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身体怎么这么差呢 我只上了一天的山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六天了 腿依然麻麻地抬不起来 身上也没有一点力气 难道说真的就像有的人说的 女人到了六十岁 身体会出现断崖式衰老了 以前我都没有感觉 也不承认 可是今年的身体表现出来的情况 让我不得不服老了 看来女人到了六十岁就真的老了 同时我也在想 可能与平时的运动也有关系 你看我家二嫂 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 比我整整带了一轮 人家老太太上山还绕山坡岭的到处跑呢 追都追不上 把我累的呀 实在不行了 我就先下到山底 在石头上坐着等着她 关键是下了山回到家里 二嫂依然不停地干活 还要下厨做饭呢 啥都没耽误 第二天照样还嚷着要继续上山 可是我实在是累得爬不动了 并且我的左侧脚掌都抹起泡了 真的走不了路了 这才做吧 我就觉得我去年还没这样 去年我记得我连续上了三次的山 采了很多山野菜 也没见到脚起泡 也没感觉腿麻腿疼得这么厉害 假期结束回了家 照样精神饱满地来上班了 可是今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是五号的下午回的家 记得六号那天 我这一天都觉得浑身乏力 心脏不舒服 腿也抬不起来 我都害怕会不会累得我直接挂掉了 昨天休息了一天 今天感觉状况好一点 但依然是双下肢没有力气 腿疼 我突然间就觉得 真是女人到了六十岁 就真的老了 还有就是这几天 我的眼睛又出问题了 模模糊糊的 总觉得看东西不清楚 并且感觉眼屎特别多 眼角还出现干裂的情况 眼前黑色物体变得漂浮不定 越来越多了 真的好可怕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 哪怕是我耳朵聋了 腿不好使了 甚至是说不了话了 这都没关系 但我必须得看得见 我就觉得人一旦失明了 就会对生活失去信心 会感到生不如死 人活着总要去感知春夏秋冬 要看见人间的变化 不可能生活在黑暗中 如果真是那样 我估计会选择轻生而去 我也不知道 这一次我的腿疼会持续多长时间 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难道说真的老了吗 我一直都不服老的 我就是跟我家二嫂比 人家老太太七十多岁了 整天不闲着 跟二哥两个人 春天播种秋天收割 二嫂还时不时地在他们村的蘑菇房里 捡点蘑菇 打点零工 一年还能挣个六七千块钱 你看这老太太牛不牛啊 浑身上下没感觉人家有任何毛病 整天手机不离身 没事的时候就看短视频 刷抖音 了解国家大事 也没看着人家有啥毛病的 能吃能喝能睡的 真是幸福又令人羡慕 再看看 我跟老太太差了十二岁 浑身上下没一点好地方 不是这疼就是那病的 除了没人疼 身上哪哪都疼 是不是还是农村的老太太好啊 因为她不闲着 自然就身体健康 其实人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 只要身体健康没毛病 活着就是幸福 无论钱多钱少都没用 钱多也买不来健康 反正 这个五一我回了趟家 我就突然间感觉到上了六十岁的女人 看来是真的老了 就从我这个身体状况来看 可能会一年不如一年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 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你们也有这种情况吗 人刚到六十岁 身体就突然间断崖式衰老了 人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 你会发现 到最后靠的永远是自己 与子女是否孝顺 真得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 到了老年之后 无论子女孝顺与否 你都要给自己留好以下几个退路 这样 你的晚年生活 才能够有保障 留好老本 为什么说人这一辈子 要有忧患意识 挣钱的同时 要记得攒钱 因为 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到老了 手里有老本 你才能活得有尊严 才有底气 手里有余粮 心里就不慌 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变故 最起码 我手里有钱 不用张口跟子女要 也不用张口去跟别人借钱 这就是你活着的尊严和底气 所以 人老了 这第一个退路 就是手里一定要留好老本 要管好自己的养老钱 为此 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下几件事 一 不要热衷于听保健免费的养生课 要知道免费的往往都是最贵的 不要听到人家喊爹叫娘的就心花怒放 就忘乎所以就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了出来买了没有任何保健作用的保健品 让自己的养老钱打了水漂 记住最好的保健品是粗茶淡饭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二 不要提前把自己的家里量出来 提前把钱都给到子女手里 要知道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 虽然吃喝用花不了多少钱 但身体的毛病也会越来越多 一旦生病住院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手里没钱不就抓瞎了吗 反过来再张口跟子女要钱 那不就被动了吗 何不把主动权放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呢 所以记住留好老本 不要过早地把钱都给到子女手里 话说子女在孝顺 你天天跟他要钱试试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缺什么不能缺钱 三 也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 老了没有挣钱的路子了 只有靠着养老金和银行的存款来度日了 所以 哪怕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也千万不要借 否则就是站着借钱 跪着要债 到最后不仅钱打了水漂 连彼此的情意也没了 所以 千万不要随便地借钱给别人 四 更不要给别人做担保 我们原来单位有一个同事 就是给单位一个小混混做担保 最后这个同事因病不能上班 没有经济来源了 也还不上银行的担保了 最后从五楼一跃而下 搭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所以说 人老了 千万不能轻易做糊涂事 五 不要盲目地投资理财 假如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理财的经验 那么到老了就不要去挣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不要看谁理财挣了钱就眼红 就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投了进去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由于年龄大了 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一旦投资失败 将血本无归 到那时不但是钱财受了损失 可能同时健康也要受到影响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理财 留好老窝儿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老了 无论子女再孝顺 记得也要给自己留好第二个退路 就是留好老窝儿 哪怕最后剩下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 也要慎重地对待子女给出的建议 不要轻易地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去到城里跟子女住在一起 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要知道 跟子女彼此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无论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和处事方式都各有不同 待大家生活在一起 免不了会产生矛盾 千万不要等到彼此打得鸡飞狗跳时 自己连个退路都没有 所以 第二个退路是要留好老窝儿 留住健康 单纯留好老本和老窝儿还不行 记住还要留住健康 这才是重中之重 除了健康都是浮云 这不是鸡汤 健康第一 其他都是零 有了健康 才有享受余生的资本 只有自己身体健康 吃好喝好睡好 没病没渣 才能够不去麻烦子女 才不会成为子女的累赘 所以 为了健康 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饮食上要每顿吃个八分饱 不要暴饮暴食 要少油 少盐 少糖 预防三高 避免慢性病的发生 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多喝牛奶 多吃坚果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促进健康长寿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熬夜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多晒晒太阳补补钙 睡前记得泡泡脚 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健康长寿 同时还要记得定期体检 目的就在于早期发现疾病 早期对症治疗 把疾病控制在萌芽之中 防患于未然 总之 人到老年 无论子女孝顺与否 都记得要给自己留好 以下几条退路 留好老板 留好老窝儿 留住健康 要想晚年幸福快乐 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我是1965年出生的 58周岁的老太太 再过二十来天 虚岁就60岁了 如果说 我的生命能够活到 我老爸的寿命68岁 那就是还有八年 如果说 我能活到我老妈的寿命85岁 那就还有25年 我想好了 不管是我能活八年 还是25年 我就这么活 继续打工 暂时身体 只是小毛病不断 大毛病没有 还能够承受上班的体力 和压力的情况下 我就继续上着班 我总觉得上班上习惯了 还真得在家待不住 最主要的 当然还是因为上班有钱赚 手里有点钱 总比没钱要好得多 手里有余粮 心里就不慌 就是这么个理儿 保重身体 我会时刻关注 我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同时也能够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在饮食上要做到荤素搭配 每顿吃个八分饱 不要无肉不欢 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要多喝牛奶 要尽量少油 少盐 少糖 预防三高 避免慢性病的发生 只要少生病 我就少遭罪 生活习惯上 要早睡早起不熬夜 适当的运动 多做做全身按摩 包括按摩头顶 干洗脸 按摩耳朵 柔腹 按摩足三里 按摩足底 然后 要多出去晒晒太阳补补盖 每天晚上睡前泡泡脚 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健康长寿 每年我都会定期体检 目的就在于 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 把疾病控制在萌芽之中 防患于未然 不要等到将来得了大病重病 而后悔莫及 尽量让自己脾气好一点 性格温柔一点 我觉得我不一定能活到我老妈85岁那个年龄 因为我的性格就跟老妈不一样 老妈性格温柔 脾气特别好 凡事都不着急 奉行着 天塌下有高个晴着 过何有挫子的观点 所以我就觉得老妈长寿是有一定原因的 而我这个脾气暴躁 性格急躁的人 想长寿就得要改变这个现状 要让自己凡事都想开一点 让性格变得温柔一点 这样遇事才能不那么着急忙慌的 才能够稳重一些 可能更有利于我健康长寿 调整好心态 我一定会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不要总觉得这一辈子活着 就是为了挣钱 被钱累到了 就像我朋友说我一样 这一辈子就知道挣钱 不知道享受 所以 我余下的日子里 我就要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对自己好一点 想吃点啥 想喝点啥 想用点啥 只要是对身体健康有利的 都不要吝啬 都要去舍的 只有舍才有德 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知足常乐 不攀不比 知足者常乐 我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总是喜欢攀比 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所以总是不知足 在余下的日子里 我还是努力做到不攀不比 知足者才能常乐 希望自己的余生快快乐乐的 不要总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如别人 其实想想 可能还有不如咱的 只有知足才能常乐 不管闲事 不操心 不管闲事不操心 这一点 我是在逐渐逐渐地去做到 尤其是儿子小家庭的事情 我是逐渐地不会管的 条件好了 想给钱我就给点钱 哪个月不宽裕了 我就不给 反正给予不给凭我的心情来 儿孙自有儿孙福 只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不用去看谁的脸色 不用去为别人而活着 要活出我自己的性格特点 跟儿子一家做到互不干扰 两不相艳 距离产生美 美不美不说 反正是眼不见心不凡 适当的时候 出去溜达溜达 在假期休息的时候 要出去溜达溜达 世界那么大 我也想去看看 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品尝一下各地美食 也不枉我来人世间走一遭 平安 活到老爸的年龄段 后期在家养老 我在继续工作八年 如果能够平安地活到老爸那六十八岁的年龄段 我就不干了 然后就真正地过上退休后 老年人那悠然自得的老年生活 我会像其他姐妹那样 去公园里唱歌跳舞 我还想去学游泳 我觉得老了想维持体重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游泳 因为跳舞走路都会伤膝盖的 所以 我的愿望是八年后退下来学游泳 维持住身材 让我不会有老年人特色的臃肿的体型 让我自己能够优雅地 有自信地渐渐老去 我自己能够优优独播剧场